近十几年大家对李老师非常的熟悉了 但是您的从艺生涯刚说了六十周年 那您之前这个几十年 相对来讲大家并不熟悉您 有没有会觉得有一点孤独 刚演戏的时候一句词都没有 但是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所以后来你真是每一个角色都演得特别精彩 我演了一个叫小九胡同 找我上去就那么几句词 就是一个过场的小角色 我们演戏就第一完成的是获得人物状态 老北京那孩子见人得打招呼 我得想投一句话 叫二叔忙的 就这么一句 我练了得有十天 一句话 他不是简单地练的语调 练的状态 就是说上二叔忙的 他不对 二叔忙的 说不对 北京说话那习惯就说 二叔 他说还说不清楚 那孩子说说不清楚 二叔 二叔 这对了 二叔忙的 我那会儿就一边骑自行车 一边往剧园区要拍戏了 晚上一边骑一边 二叔 忙的 有一人从我旁边骑过来 刚说 神经病 那会儿没有有病的你说 对 就整个就晕进去了 但当你获得这个人物的感觉以后 是一种极大的快感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验到这种感觉 这就是演成了 这个人物 对 真的是 刚刚你看李老师就描述这一点 可能我们忽然觉得我们的群演会舞台 就好像一台人在这 对 就一下那个状态就有了 而且还感觉见识了各行各业的步骤 最近我刚演了一个 一句词没有 关小彤那演我闺女 我看到有一张跟关小彤的照片 大错彻 您有统计过吗 您现在有多少闺女了 数不过来了 好多儿子什么 还有一大帮媳妇 媳妇您记得有多少吗 数不过来 你比如说刘莉莉 她一个人就演了我七把媳妇 那这个李老师 您看您塑造了这么多 这个迎评当中的形象 闺女儿子咱不说了 对吧 还有这么多的老伴 您的老伴看完之后 心里会不会稍微有点不舒服呢 我就知道你别别好 比如李也平 我就说你演那个 王海涛今年41 我那里边他就演爷们媳妇 我们俩演得特别好 然后说 以后不许找别的媳妇 再找我打死你 有没有李老师家庭的照片 有 有李老师家庭的照片 这个是您的 全家庭 这应该是孩子很小的 这年我清楚 我36 我属狗 儿子也属狗 刚降生 这一张是 这个儿子就在英国上学 拿了法学硕士 那会儿他功课挺好的 我说你好好念书 学社会科学 后来他考的是中国政法大学 就是北京学生 考政法大学的第一名 进去到 您生活当中是哪种爸爸的类型 就是跟儿子之间的 朋友的 朋友的 我从来就没捅过他一个指头 恶声歌气都没有 看李老师一聊起儿子太高兴了 对啊 对啊 能培养出这样一个人才 那李老师生活当中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一张 就您平时这么时尚吗 我这街拍子 哎呦 街拍啊 对 街拍子 我觉得特别阳光 真的 对 就三四十岁吧 看着 对 对 对